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洪老師 還有我們 副所長 還有各位主管 還有我們同仁 那今天正式很高興 我們還是在請我們的台大接理系 我們的洪老師 洪寶季 那在做很多都是他的 應該沒有學弟 也沒有同學 我看有你的學弟 師兄弟 那個洪佩朗來了沒 師兄姐妹 那孟三呢 你們是同門師兄弟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市長 還有他大學過的學弟也蠻多 還有學長 我剛剛跟他講說 我們真的有百分之九十 要往大學 要往碩士 要往博士 還有大學 碩士 博士的 都是那個開大生理系 真的很多 那 從上一次洪老師過來分享他的 他的一些 就是他的研究 他研究 他跟我們臨力有關之後 大家都很期待我們再聽第二次 那洪老師為了這次他還在準備 跟我們也有關係 跟我們也有關係 那剛剛我又看到那個圖山寫附寸 又開始要預約了 那請那個洪老師去幫他 就是針對六歸研究中心 因為過去這個六歸研究中心 這個人家特殊 關戶之前不是理念線索的 關戶之前是建築帝國大學的 是關戶之後 也是回給林務菊 是林務菊在附給我們 在附給我們 那在附附過程當中 我們內心 因為這個比較特別 他那個一個是警備道 從警備道一直 他還是依照 好像是中心的那個什麼 那個地名 簡陋上就下來 那這個我想 身為我們連線索的 每一個人的同仁 都應該去了解一下 列圍的中心 還有我們連線索 過去的歷史嚴格 那今天真的是謝謝洪老師 所以說洪老師在網路非常有名 而且他那個演講的那個 他今天也是特地專程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這台灣的理念 那甚至再一次熱烈的歡迎 部長歡迎 我們洪老師 謝謝所長 今天真的非常高興 就是有這個機會 來這邊來跟各位 繼續分享這個 林業史的心得 因為做歷史的時候 喜歡講故事 有時候話實在太多了 所以上次講了一個半小時 都還沒有講到 戰鬥才接觸到一點點 那今天就是我希望 可以把這個台灣林業的 這一個過去 可以跟各位做一個很系統的 這一個說明這樣子 那事不宜遲 我的故事就先開始 不過我先打一個小廣告 就是過去在一元氣溫之下 所以我們跟這個台灣博物館 228公園那一個 然後有一個合作 然後在他們的鐵道部 也就是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 這一個展館 然後有一個關於林業的展覽 那在這裡面 我們就用各式各樣的檔案跟附件 然後來說明這個台灣林業 大概從清代它的前因 然後一直到戰後 大概194748年左右 這一個歷史 那如果各位對於這個展覽 有興趣的話 那也都歡迎可以跟我們聯絡 然後看在某一個週末 非常非常樂意 為各位學長 各位學長姐 學弟妹來做一個 專門的這一個導覽這樣子 好那我就再繼續 那這裡面的大概一個空間的一個設計 這主要是在清代的這一個展區 那那個時候 我就先小兒子 說一下這一個故事 就是各位可以看 後面那一張圖 那一張圖叫做 晚清台灣番薯圖 那那個是在 大概是在1870年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 台灣社省 正式變成大興地國下面的一個省份 那那個時候 這個 神保貞他就 找了一批人 他們都是年輕的畫師 然後就來台灣 然後又來調查 這個台灣的風俗 那裡面其實就有一幅圖 它是在解釋 就是這個台灣社會的零產物 到底都是怎麼來的 那裡面其實就顯示出來 很大程度上 因為山裡面有原住民 那原住民呢 非常多地方 台灣原住民 其實會透過豬草 透過獵手 這樣子一個方式來抵抗 把漢人的入侵嘛 所以很多時候呢 漢人沒有辦法進去 直接的伐木 所以呢 其實是採用各式各樣交換的行為啊 比如說拿槍枝啊 火藥啊 鹽啊 紅布啊 這些東西去跟原住民去換山材 所以在這張圖 各位大概就可以看到 右邊的那個就是漢人 他們擺開了一系列的這一些 然後山下有的跟山上很少的這一些東西 那左邊那個就是原住民 他們從山上下來 然後山上就帶著各式各樣的山產啊 有包括這個香濕樹 有包括黃藤 有鹿皮 有各式各樣 那中間大概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通室啊 那就是負責去打點兩邊交易的這一個 一個中間人 那我們因為有這一幅來當成是一個影子 我們就運用這個台國裡面的這一些產品 就有這一些竹樓啊 然後有這些布啊 有槍啊 有這些東西來試著去重現去模擬 那個時候在原住民跟漢人之間互相流通的這一些商品 好那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的廣告 那也同樣的如果各位學長學學弟們 對這個展有興趣的話 都有非常非常樂意就是找一個 一個週末然後我來為各位導覽這樣子 好那這邊就是做一個很快的一個回顧啊 因為有一點時間的 就怕各位忘記了 然後怕我自己也想不起來 我講到哪裡了 所以就先做一個很快的回顧 其實今年是2024年 明年是2025年 就我來講 那是台灣林業時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為什麼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過 現在被林務局拿來賣一個 四個樣的商品的這個 林務局的山林克舊宿舍 他就在我們師大的對面 然後他在外觀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這個宿舍其實就是 過去總督府職產局山林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個時候在山林克服務的這一些林業官員 實際上都住在裡面 那在100年前呢 其實就在1925年呢 住在這裡面的這一些林業官員 就被總督府賦予一個史無前例的任務 就是要為台灣的森林去擬定一個 有趣生產的一個計劃案 這就是在1925年開始的 維繫大概11年的這個森林計劃試驗 其實就是在這個宿舍裡面的人們 這一些林業官員們所主導的 那這個是之前在考田野的時候 採集到一些很特別的一些照片 我就特地拿這個機會來跟各位分享 這一張照片原本的持有者 他是住在這個台東海端的 一位叫做和理國的老先生 他是布隆族 他的阿公他一輩叫做和妹 他是一個日本的一個警察 日本的一個警察 那這個警察呢 他在剛剛講的這個森林計劃試驗的期間 他就曾經帶著這一些林業官員 這一些調查人員上山去做測量 上山去做測量 所以他留下了這一系列森林計劃試驗 我目前僅知的清楚的照片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他們那個時候就是 這明顯就是在做三角測量的時候 你要去架一個架一個點 然後在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這個當地的布隆族啊 被動員起來上山去當挑夫 然後去當向導 然後當然也可以看到有這些林業官員 在這個架起來這個點前面去拍照 好那這一個森林計劃試驗的成果呢 我這邊上次應該有講 就今天再很快的說一次 就是他大概就是把把台灣的那個時候的山地啊 那個時候大絕大多數都落在所謂的山地裡面 他開始去區分出來一個一個的事業區啊 區分出來一個一個的事業區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的像是 什麼八千山事業區啊 然後東四事業區啊 然後大事業區啊 類似這一些就是在一百年前的這個 森林計劃試驗裡面去規定出來 去設計出來的 那試驗區化好之後呢 就開始去決定這一個土地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利用 那那個時候這一群山林科的林業官員也就確定 我們的森林必須要以國有的原則 這不是森林法才規定的 就是在1925年那個時候 他們在做這個土地的財產權 他的土地利用規劃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決定 這一些翻地裡面的森林 一定要牢牢的落在這一個 這一個總督府的手裡面 一定要落在這個帝國的手裡面 所以綠色的就是所謂的藥純治林業 也就是我們後來的這個國有林班地 在這裡面就可以看到 基本上幾乎有查的這一些森林 全部基本上就是七八成以上全部都收歸國有 那化成這個橘色的那一個地方呢 那個就是保留給原住民使用 現在叫做元寶地了 那個時候叫做準藥純治林業 那準藥純治林業這個也是要落在這個國家手裡面 那紅色的特別是在東部 紅色的紅色這個地方 紅色的這個土地叫做不要純治林業 基本上就是總統府認為 沒有必要留在林業部門手中 用來清零森林的土地 所以這個叫做不要純治林業 但是不要純治林業 還是落在國家手中 那個在戰後很多就會被國產局接收 然後就會變成台塘啊 會府會啊農場啊 這樣子一些國家的機關 但是林業以外的機關的經營用地 那像右邊那個海岸山脈有那麼多紅色 那又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一些其實是保留給當地的阿美族 或者是非南族去使用的保留地 那為什麼他們不化成橘色而要化成紅色呢 因為他們生活在所謂的藩地之外 他們是平地人住民 所以平地人住民就不適用於 藩地裡面的這個准要純治林業 就不適用於這個 住在藩地裡面的所謂的生藩的這個遭遇 因為他們是住在平地的平地人住民 那在化給他們的土地的時候 就會把用不要純治林業的這個規則來辦理 那剛剛就是所在有提到這個 民事所這些實驗地啊 這些實驗地基本上呢 大概都像東京帝國大學演習林 就不在這一個規劃裡面 他就花瘋 那京都帝國大學演習林 他的例子比較特別 因為他雖然是京都帝國大的演習林 但是他的清廷的這個權力跟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跟總督府 總督府可以介入啦 總督府可以幫忙啦 所以京都帝國大的這一個這個 基本上也沒有在裡面啦 但是總督府在京都帝國大演習林的規劃上 辦理更重要的角色 那像太馬里或這些現在這些要用的這些植物園 還有說像是這個 家裡樹木園 類似這一些 中埔那一代的這些 現在由民事所管的這些土地 我認為 從我目前知道的資料來看 應該都是在日本時代的 被化成紅色的不要存置林野 化成不要存置林野之後 就交給資本家去種一些東西 去種一些對那個時候的這個產業 對那個時候的南京政策 有意義的這一些作物 所以應該太馬里的那一塊 就是不要存置林野 然後那一塊就交給了日本的會社 去試驗栽植這些經濟納樹 經濟納樹 那這一些呢 因為不在那個時候傳統的林業體制之外 所以就都交給資本家去經營 那帳戶因為它是日本資本家經營的土地 所以被中華美國接收日產 中華美國接收 然後再開始去分配這一些土地 到底要交給哪一個合適的政府機關去經營 好那這個是 這些都是在1925年前 1100年前發生的 基本上就是這一套體制設計 就一直牽引到現在的林業體制 它形塑了我們現在的整個林業的這個系統 還有到底歸誰管 然後還有它基本上的一些精靈的原則 好那這邊是給各位看一下裡面 這個台上上次好像沒有機會給各位看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這一個呢 就是現在是點藏在林業署的這個櫃子裡面 它就是那個時候這一些林業官員們呢 特別是就是黑澤聖界八木舟九衛門 這兩個就是那個時候的帶頭的 他們都是登山家 他們其實創下非常多台灣三月的首登 然後甚至這個八木舟九衛門也是 那個時候在日本實戰就開始去提出台灣有什麼白月 這樣子一個概念的一個登山者 但它同時其實也是非常厲害的林業體制 然後它就開始呢 我剛剛有講到 它開始把森林畫成一個一個的試驗區 然後試驗區裡面 他們再去畫出一個一個的林班 然後根據每一個林班 它就開始去測量這個林班的面積大概有多少 裡面的林礦是什麼樣子 裡面到底有沒有住原住民 這一些原住民到底要不要移住 就是在一系列的這一些台帳 然後台帳每個前面都會有它的行政區的位置 然後也會有它的編號 那這個簡單來說就是大概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剛剛有一個台帳 台帳前面有編號 然後這個就是五萬分之一的翻地形圖 然後在裡面這一塊 這一個國有的林裡面也會有編號 所以這個編號就會去對到台帳上面的編號 所以在使用這個圖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林業觀點就是 把地圖攤出來 然後看這一塊森林到底有什麼 我起來會知道這一塊森林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就去查它的編號 然後再去翻那個台帳 然後再去看那一個台帳上的編號 我就可以去知道這一塊林斑 它的林況 它的面積裡面有沒有一個住民 它的精靈的構想到底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沒有GIS的這個時代 但是基本上邏輯還是一樣的 就是就是像這個GIS的出生 你去點它就有一sell票跑出來 然後你就知道這一塊地 它的面積到底是怎樣怎樣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林業觀點就是用這樣子一種 台上搭配地圖的方式 來規劃那個時候台灣的林業 好 那這一套體制呢 它花了11年其實還沒有做完 所以還有第二次生田計畫事業 大概從1935到45 那總共呢 一開始規劃29個事業區 到後來又多做了11個事業區 所以在戰後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其實台灣就有40個 國有林的這個事業區 這一套體制全部全部都是在 100年前的這個森林經營 森林計畫事業裡面奠定的 那它的影響是什麼呢 其實影響非常大 就是你現在過去叫做翻地的森林 現在有了一套明確的這個 經營體制 在那個在這個基礎上面 總督府就可以開始去做 一系列的規劃 當中一個規劃其實就是 國家公園 就是國立公園 所以呢 大概在1934年的這個 1934年那個時候 台灣就出現了三個國立公園的後補地 上次大概有提到 就是新高阿里山 新高阿里山 次高太魯閣跟大嘴 就這主要三個的國立公園 那新高阿里山跟次高太魯閣就是 都是位在森林計畫事業的範圍裡面 其實它的主管機關啊 最主要的主管機關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國立公園是國立電政部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這個地就是 就是由山林克 由這個林業官員在做規劃 所以那個時候 怎麼國立公園的構想 國立公園到底要怎麼執行 到底要不要伐木 哪邊可以伐 哪邊要畫著保安嶺 全部都是這一些林業官員說了算 好那這一張主事 我很喜歡 甚至也有跟各位說過的 就是這個是嘉義的這個畫家成成波阿 他其實就在這個台灣開始出現國立公園的時候 他就跑到這個阿里山上面去寫生啊 所以他就描繪出來這個阿里山地區那個時候森林經營的這一個概況 我記得上次有提到他剛好去描繪出來整個森林計畫事業前後 這個林業經營理念的變遷啊 右邊那邊看起來就是井然有序的工林 左邊這邊看起來就是有流母樹下面有天然更新的小苗 就是右邊那一邊就是傳統的早期的這個經營方式 天然臨盡可能的揭法然後努力去造領 所以會長成那個樣子 那左邊這邊呢就是因為開始要規劃國家公園 所以在失業上就開始要去注重景觀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試著去施行我們現在叫做天然更新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只把一些樹拿出來然後讓它竟然下種 然後讓下面的這一個樹可以自然的長出來 然後在有木材產出的同時也可以去兼顧這個景觀的 也可以兼顧這個美觀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要跟各位懲調 就是國家公園這個地方在1934年就被誇成國家公園的後補地 可是並不代表跟現在當然不一樣 並不代表裡面不能夠動裡面不能夠喊 而是那個時候靈業官員被賦予了這個權力 看你要怎麼樣在這個所謂保育跟開發的兩欄間去獲得一個平衡 在左邊那邊就可以看到他們採用我們現在叫做天然更新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那另外一個其實也是你現在有精靈規劃出來了 你開始掌握了這個森林的生長量 開始去掌握了森林的蓄積 然後又在那一個十點上 整個日本帝國就開始捲進了這個世界大戰裡面 世界大戰的打仗需要很多木材 那這些木材你要持續有這個木材的產出 你必須要有長期的這一個規劃 所以其實森林計畫事業就剛好提供了 這個日本帝國要去打仗時候 這個知識上的這個基礎設施 這個概念上的一個架構 我現在有了這些森林的這些基礎資料 我開始可以去規劃 我要怎麼樣子看才能夠去滿足這個日本的打仗的這個需求 那這一張圖也是層層波畫的 那它時間就相對比較晚一點 那這張圖它有意思的地方 這大概是淡水那一邊的井 淡水那一邊的井 就是各位有去那個淡水檔那邊 淡水那邊去玩應該有注意到殼牌有沒有 那邊現在還有一個工業遺址在那一邊 那上面那個檔其實就是殼牌的那一帶 那那個時候過去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特別在打仗的時候這個台灣木材運出日本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港口 那上面這個圖畫出來就是可以看到那個港口裡面堆滿了各種浮木有沒有 就是木頭儲存在那一邊 然後那一艘船那個叫做大關丸 它其實就是負責做這個台灣跟日本的木材銷售買賣貿易的 然後那個會社呢是一個叫做施核發 它是台灣人自己開了一個日本的一個台灣的一個木材貿易會社 那神聖波這一幅畫其實就剛好抓到了這個森林計畫試驗完成之後 然後整個木材需求提升的時候這個 怎麼講你身上開始有系統的砍伐了 然後木材不只是提供這個台灣社會使用 更重要的是要運到日本去 然後提供這個日本的這個戰爭機器去打仗 然後這一幅圖看起來是很相間的景致 可是它卻呈現出來其實就是一個一個怎麼講 一個近代靈業開始展開了一個系統開發的這一個時期 好那另外一個很關鍵的影響從現在的角度 其實就是原住民遺族 其實就是原住民遺族 生命計畫試驗在展開的這一個過程裡面 特別是剛剛講的把林班地分成 要存置就是後來的一番地 準要存置就是保留地 不要存置你給很多就是要給會生去造林 去栽植這些就在作物的 就在這個區分我們叫做區分調查的階段完成的之後 物色事件就爆發了 就1930的物色事件 然後其實物色事件它後來就開始牽動了整個理念政策的想法 其實就開始是說原本在規劃的時候 有一些原住民你要移住下來 其實它很花時間也很花錢 所以就基本上在計畫師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原住民我可以不動就不要動 除非是它是生活在什麼水源寒氧啊生態敏感的這個地帶 要不然我就不要去動 可是物色事件之後呢就開始大規模的移住 那這一張圖呢其實也是剛剛跟各位介紹過的 這個在台東海關的這個合理我老的家 家裡收藏的這個舊照片 那這一張他拍攝的其實就是現在還蠻有知名度的 所謂內本路回家 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沒有聽過 就是這一群內本路的人們 他們以前都主要生活在悲難祖山道大小鬼湖 這麼一大塊的這一個區域 就是現在是叫做嚴明寺事業區 以前叫做李隆事業區 他們裡面原本是生活在那一個區域裡面 那森林計畫事業在展開的時候就開始說 這一群布農人在山上會燒墾啊 他會破壞這個水源含氧啊 更重要他會這一群人他會阻礙我們這個 推動我們這個林業的這一個構想 所以其實就開始確定 大概在1930年的時候就確定 這一群布農族一定要想辦法搬出來 那後來物色事件的時候又更確定一定得搬出來 那這個大概是在1937 38年那個時候 當這一些布農族被搬出來以後 這個被總督府指定為是當地頭目的 他叫做烏瑪 他就在這一邊這個帶領的代表族人 去跟日本人宣誓 表示遺柱已經完成我們再也不會跑回去 就是這個是留下來的一個非常珍貴的一個歷史照片 就表示就是這個近代林業跟原住民的生活空間之間的影響 那這邊也是呈現出來這個後面 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這一些布農族人 他們正要進入剛剛講的那個宣誓室的那個會場 那麼就是要進去那邊就是我們已經被搬出來了 日本人給我們田 我們現在在沿山這個地方種水田 山上生活的地方那個是獵場 那個就是已經過去了現在是一般地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然後大概就一直到大概二十幾年前 這一些內本路的後裔 現在住在桃園村那邊 住在這個巴西高那邊 他們才因為過去過去這些騎老的回憶 然後過去過去這個對於傳統領域的想法 他們才開始一匹一匹到現在每年都還會帶丟回去 去重訪他們在山裡面的這一個故鄉 好那這個就是很快跟各位說 上次沒有機會提到的這個近代林業出來以後 三個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第一個就是開始有了我們現在叫做生態保育 與國家公園這樣子一個概念 第二個其實就是森林就開始接受了有系統的大規模的砍法 但那個砍法不會是亂砍 是在那個時候認為的有序的基礎下面去做系統的規劃 做長期的這一個砍法 另外一個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 就在這樣子一個規劃下面 原本生活在山裡面的原住民 他一定會首當其從 那本路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森林進化事業開始的時候 基本上在那一個事業區裡面 大概還有一千多人的內門路族人書 生活在哪一邊 可是大概在1945年的時候 山上已經完全沒有人了 全部都被搬到城下 全部都被塞在這個 這個岩山的比較平潭的地方 然後全部都在中水田 好那這個是跟各位分享的 上次還沒有機會提到 這一段時間又有新的這些史料出來 然後就希望跟各位再分享 這個最新的這一些發現 那這邊就很快的帶過 上次大概都有提到 就是林業史上的幾個重要的時點 就是1945年12月8號 我們現在叫做 那個時候就叫做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林務局 他就誕生了 那這個局長 其實就是留學德國慕尼黑大學的黃偉妍 那黃偉妍接受這個日本時代的體制 其實他就整個一把抓 因為整個日本時代53的林業史規 還蠻多不同的機關所主管 即便三年科是最大的那個黨代 可是下面有很多手 就是這個執行機關都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林務局就把這一些 日本時代非常多元的這個體制 全部都把它收到這個手裡面 包括過去由企業家 由資本家經營的林地 由京都帝國大學經營的這一些實驗林 然後包括我剛剛講的這個 由衛生去經營的這一些不要存置林業 全部全部都收到手裡面 全部都收到裡面 然後完成了一個 基本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看過的 史無前例的高度集中的一套體制 然後集中之後呢 按照他這個德國林業的這個思想 這邊也可以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他在德國的時候 其實就是納粹當的時候 納粹當政的時候 那各位應該多少也都知道 納粹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視 所謂生態保育的一個政黨 為什麼 因為他要去建立這個強壯的日耳曼民族 這個日耳曼民族性 這一件事情是要透過美麗 以及藍有序的經營得當的森林去表達出來的 就是土贏血嘛 那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視景觀啊 非常注重保育的一個政黨 那其實黃衛岩就是在這個氛圍下面 所受到的林業教育 所以他接受到這個 當他接受這個日本的體制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感叛 就是我們這個森林啊 在日本打仗的時候 砍了一大堆 我們的警官都破壞了 我們的水服寒涼也破壞了 然後我們這個台灣的荒廢力不停的擴張 所以他又把這一套林業體制全部 他都把它收起來 然後去建立出一個大一統由上而下的這一套體制 那他也提出了這一個就是台灣的林業必須要以保林為優先啊 就是保林重於造林造林重於伐木 那這一套體制呢 基本上過來換了好幾個局長 黃衛岩他在1947年228事件之後 就是台灣省政府成立的時候他就下台了 然後後來又換了一些比如說 第二任的這個局長叫做唐振旭啊 第三任的局長叫做李順青啊 就這一些基本上都是出身歐美的林業名校 黃衛岩是德國穆尼黑大學 唐振旭是美國康萊爾大學的水利學博士 李順青是芝加哥大學的生態學博士 就這一些全部都是名的 就是那個時候最重要的這個生態的這個這個 森林林學這個研究機構裡面的 畢業生裡面的博士 就那個時候都被找來去主持林務局 去把這個台灣的林業去帶上輪道 那這幾個局長他們其實都不約而同的 其實都非常強調那個時候的林業 帳戶初期的林業必須要擁包美麗島 就是我們的森林不能夠再經歷像日治時期 那樣子一個激烈的開發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森林要盡可能的去保護它 去讓森林它可以發揮它應該有的這個 水源排量跟生態保育的功能 可是呢有時候沒有辦法 也許這一些局長們這一些博士們 有這樣子一個想法 可是現實的處境也必須要考量 就是林務局它現在掌握了全台灣最主要的這一些森林資源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中華民國還在中國打仗 還在中國大陸打仗 打仗也需要木材 然後台灣的社會你必須要復舊 台灣的社會你必須要經濟發展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是 柴米油鹽醬醋茶 我們無論如何一定都需要新漢材 都需要這一些人員的需求 那這一些木材需求全部要從哪裡來 當然要從林務局來 當然要從林務局來 所以即便是在這個政策上是說 我們要擁抱美麗島 我們要保齡種於造齡 造齡種於伐木 可是現實上就是那裡的木球需求誰來攻擊 又不能夠做木材貿易 因為那個時候貿易就是消外匯 就是你那個就是對於這個經濟 在那個時候的理念裡面 是一個很不好的影響 就是我們要怎樣這個 林務局那個時候的挑戰就是 要怎樣一個區區的這個台灣 你要去滿足幾乎整個中國大陸的這個木材 還有包括台灣本地的各式各樣的這個木材需求 所以確實就是在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沒有辦法我現在有那麼一片森林 我現在要滿足人家的需求 我就勢必要砍 那砍了以後我又沒有人力去造林 我又沒有人力去造林 所以然後我又花了那麼大塊的這個國有林 我又沒有足夠的人力行政預算 去部署各式各樣的這個尋山的房屋措施 所以這一些需要土地需要新探財的這些地方 社會要全部跑進去去當跟跟到 所以馬上就面臨到這個這一些利用這一些博士們 這些博士局長們就開始面臨到就是 我都會叫做上下香兵 內外加工的這樣子一個困境 你怎麼對做都不對 就是你一砍伐去提供這個政府的這個軍方需要 然後開始就一批然後台風一來流水災 就有一批人就開始質疑 就是你禮物局幹的話 我到底在幹嗎 你不是要保林終於造林嗎 為什麼還在砍 這一定是觀山風節 所以馬上就會面臨到這樣子一個困境 所以局長一個換一個 然後裡面的人也換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陷入這樣子一個 你不知是如何示好這個窘境 那其實後來讓台灣林業帶上正軌了 其實就是很關鍵 就是1950年6月的韓戰爆發 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元 就是那個美國政府呢 他就開始擔心啊 這個共產黨他會赤花世界 已經拿下了這個韓國北部了 直到有一天也會拿下台灣 這一件事情斷斷不可啦 所以就開始有莫大的這個經費 就開始投入了這個台灣 他就希望能夠讓台灣 在最快的時間裡面可以復甦 才可以變成所謂反共的堡壘 那美元呢其實在裡面森林 林業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這一個部分 那主要操刀者就是 照片商的這一位 這一位叫做沈克夫 他是丹麥人 然後他在丹麥裡面林學 他大概在1920年代的時候 他就跑到了這個美國 然後他是在美國中部的一個森林實驗站 然後在裡面做造林的實驗 他是一個造林專家 他是一個造林專家 那他那個時候來的時候呢 其實也是 也他就非常感嘆 就是台灣有非常美麗的森林 從他學造林的角度來看 就是結果 在日本時代末期啊 然後到戰後初期 因為經營失當啊 所以導致這個森林資源 他不斷不斷的消失 他估計台灣那個時候所謂荒廢的林地 還有包括原住民在山上燒狠的這一些 產生出來的草生地 他估計大概有20萬公頃 而且還不停不停的在擴大 所以他也完全去認同那個時候 林務局的這一個核心的主張 就是我們必須要保林重於造林 造林重於伐木 就是我們生理必須要趕快保護起來 然後要趕快趕快用最大的能力去造林 所以在他的這個建議下面 大量的每個經費 其實就投入到這個這個神政府裡面 投入到林務局的預算裡面 就是他開始大規模大規模的在做造林 那其實這一個政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就是各位去山上 有時候經過保留地有沒有 保留地有沒有注意到保留地上面有種很多山木有沒有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保留地大造林啊 那其實就是那個時候在每個一開始的時候 這種台灣大造林運動裡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現在要去找造林地嘛 那有時候很高的地是不好的 那個很難造 可是我每年都一定要造足夠量的森林 才能夠跟美國去交代 所以那最好去弄到的這個造林地是什麼 就是保留地 所以那個時候政府就大力推廣 原住民要在保留地上面造林種山木 然後還有山木還有所謂的山地育苗啊 就是原住民也被動員起來去山裡面去採種 然後回來自己去育苗 然後自己去種在自己的保留地上面 那當然從後見市民來看 你看這個所謂的大造林的這個時代 大概在美人是1952年開始了 然後差不多到1960年就開始慢慢沒有 但是在這一段大造林的時代 從現在的觀點來看 其實就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以前在日本時代 原住民被分到保留地之後 日本政府希望他們可以種水田 好 那水田種下去 因為水田很麻煩嘛 所以他們還是會去種種小米啊 種種甘薯啊 種種這一些食糧作物 可是呢 現在保留地上面全部都去種山木了 你沒有土地了 你種山木之後 你山木沒有20年你不能夠砍 所以那個 你基本上那些種生器作物的空間就沒有了 所以這就導致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向 就是我現在要生活下去 我要吃飯 我必須要去買米你知道嗎 我必須要去買生機作物 那哪邊有現金 我就必須要去找工作 那其實後面這一個他就怎麼樣講 我們的林業其實就提供了這一些急需現金的原住民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機會 所以也會在為什麼196070年代就有開始有大量的原住民去山裡面去做造林工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保留地沒有 保留地都種樹了 保留地都沒有地可以去 基本上沒有地可以去種這些生機作物了 好 那這個是美元帶來的一個影響之一 其實同樣的就跟生林計畫師也一樣 他鞏固了原本的這個造林的這個政策 那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其實就是落在這個原住民的生計上面 好那這邊你必須要跟他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剛剛有這個沈克夫他是造林專家 那跟他搭配的其實是那個時候林務局或者說林產管理局的局長 他叫做皮作瓊 那這個皮作瓊他也嗜好人物 他其實基本上他當過這個中華民國的高官 然後他是法國的南西林學院 Demonsley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就是法國歷史最悠久的這一個林學院 他也是在那一天學造林的 所以兩個造林專家都在一起啊 大家開始有錢就是有經費我就開始努力造林啊 基本上可以造的地方我就努力去造 那各位也不會感到意外 其實就是那個時候像我們後來講的這一些柳山啊 這一些所謂的經濟樹種啊 其實就在這個時期他就開始出現 然後他就開始變成的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要打造林的時候 這個最主要的這個造林木 可是呢那時候提出來的這個政策 還是剛剛那個劇情啊 保林重於造林 造林重於利用重於開發 可是現在呢非常有趣的就是 在這個美人下來 然後在這個林產管理局啊 兩邊的離應外合之下 更進一步去鞏覆就是 台灣的林業必須要以保林為優先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個時候一個非常重要 同樣也是美元的資助下面的一個成果 卻狠狠地去打這個保林重於造林的 這樣子一個政策 那就是在1954年到1956年的 第一次申請資源跟土地利用調查 那這個第一次申請資源跟土地利用調查呢 他簡單來說呢 他就是由這個美國的 還有台灣的這個軍方支援 然後美國的林務署做技術指導 然後就開始採用航照 就是空拍的這個方式 然後去拍攝出一系列一系列的這個航空照片 然後航空照片拿到之後 再由專業的判事人員用這個3D鏡 去把它看成3D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去污漬這個林象 然後去推污它的裁績 然後再去做現場的樣區調查 我不知道各位 但是我那個時候在森林系的時候 我的森林航測學的老師是焦國摩老師 然後焦國摩老師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基本上都還是有用 其實那就是這一次調查這個成果 拿兩張這個航空照片 然後給你一個眼鏡 然後你去想辦法把它看成3D 然後你要去說這個地方是怪木 那個地方是雜木 那個地方是闊葉林 然後我從來沒有學會 但是我覺得沒有很厲害 就是你還要知道它的高度 然後你還要去算財機 我說不然大家知道你怎麼辦到 就是不論怎麼那個就是1954到1956年這個 申請資源第一次申請資源跟土地利用調查 所奠定的這一套基礎 但是根據那一次的調查就是拍航照 然後再加上判事 然後再加上樣區 畫出來的這個台灣地區的這個領項圖 就是基本上剛剛講的1925年 奠定在這個十點之前 也就是說從1945年到大概是1956年這一段時間 基本上那個時領務局在擬定這個經營計畫的時候 都還是根據日本人的調查成果 但是這個結果出來了 就開始可以去跟這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這個領點資料 去劃清界限 去劃清界限 那它又調出來 調查出來一個什麼樣的成果 其實我們大概都可以理解 它其實就是確定出來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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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森林狀況的一個診斷 就是它查出來就是台灣森林面積大概 196萬9千零公頃 那當中增葉樹佔了19% 然後約37萬多公頃 然後增破葉五合林佔3% 約59000多公頃 然後破葉樹林佔72% 約141萬公頃 那竹林只有大約6% 約11萬8000多公頃 那林務總蓄積為2億2千零萬立方公頃 然後增葉樹的地方 增葉樹立木材集是1億多公頃 然後闊葉樹大概也是1億多公頃 那這樣子一個一個成果 其實就導出了 我在念森林系的時候 大概都還有聽過的就是 台灣的森林幻寡 不只幻寡 而且還幻不均啊 就是說我們其實森林佔台灣的土地面積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有聚積的有價值的森林 大概都會在不容易抵達的這一個地方 那這個不容易抵達的這一個森林裡面又呈現過於老熟的狀態 就是這一些森葉林已經過了他們的生長旺盛期啊 所以他們的枯死量大於生長量 所以這個森林實際上它是不停的在 就像是一個漏水的水庫一樣 它不停的在消失之中 不停的在消失之中 那幻不均就是我們容易抵達的 面積很大的其實就是這些林象低劣的這一些擴葉林啊 這一些擴葉林呢 形質形狀跟材質都很不好 它的材質都很低 所以台灣的林業從來都不是過去想的 或者日本人以為的 然後戰後有一些人在講的 就是福爾摩沙 福爾摩沙 就是我們的森林又美又豐富 它就得出來一個結果其實還蠻慘的 我們幻滑又幻不均 所以那現在到底要怎麼辦呢 到底要怎麼辦呢 這樣子一個這樣子得出來 這樣子一個林業狀況 就那個時候這個調查出來之後 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這些專家認為 你面對這種幻滑又幻不均的森林 你傳統的這個林業精靈的概念就是 保林啊 造林啊 保木啦 封鎖啦 這樣子其實是不夠的 因為這個森林它其實會不停不停的消失 就是那個時候想法 就是老熟林它會不停的老熟下去 所以你這些不同搬出來 它會一支一支的 一方面是浪費 然後一方面是這個生態細胃 越來越走向它的生命的尾端 所以你面對這樣子一個森林 絕對不能夠再繼續的封鎖跟保護 因為它本來就體質很差 你把它保護下來 它只會越來越爛掉而已 所以其實就是啊 當中其實就有這個這個中華民國的 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啊 這個張濟正就是學齡的 然後他們判斥就是一個是一個學工程 是一個比較是工程跟經濟的 然後另外一個行政院 每個運用委員會激正網民進 他就真的是 他之前是領務局的 他之前是領務局的 他是學工程的 然後是第二任這個局長 唐正旭帶過來的 那我們會如何呢 就是這一些就開始形成了一個 所謂我都叫他們開發派的 這樣子一個群體 那他們就開始去博士就是 你沈克夫還有包括這個 唐正旭的皮若熊一直在講保齡保齡 這個政策只會把台灣林業拖向死路而已 這個你這樣下去保護下去 絕對是死路一條台灣林業需要的 其實不是把森林封鎖 然後再保護他 更重要其實是你必須要工業化 你要開發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生態系 你必須要努力努力的去開發他 把這個老熟林老熟的部分拿掉 然後再重新造林 你才能夠讓這個生態系全部去恢復活力 那你這個岩山地區的闊葉樹 你保他幹嘛呢 他材質根本就不好 那就是一堆爛林 你現在要做的其實就是趕快去砍伐 趕快造林 你這樣子才可以讓這個台灣林業去回復生期 然後也可以讓這個生態系去重破他的生命 所以呢 受到這邊也是要跟各位強調 不是說林務局或林業官員來台灣以後 就開始我要開發開發開發 沒有 其實一次是到1956年之後 特別是第一次申請資源跟土地利用調查 以後整個林業政策有了180度的大轉押 從過去的保齡重於趙林 趙林重於伐母 然後到後來其實就是1958年的這個 這一個台灣政策及經營發生 裡面就提出來了 後面延續大概10年的這一個多造林多伐木多角度 就是你必須要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 對森林也好 對我們自己的經濟 對台灣的工業都好 你多砍伐多造林 你可以讓這個這個行將舊木的生態系 去重新去回復木國裡 那你這些木材也可以投入這個市場 去滿足這個社會上的極缺的這個木材需求 然後與之同時呢 當然你在這個售賣的這個木材的過程裡面 你也會有這個金額 可以去繳到那個時候的國庫 那這樣子一舉三得和樂不宜 對好 但是再回到剛剛講 這好像我忘記上次有沒有提到 但是你要整個林業政策 180度大轉換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契機 一個轉變點 其實就是這個林產管理局長皮作瓊 他大概在1956年的時候 在某一次上班的過程裡面 從清華街要去林務局的過程的時候 他就被現場就被逮捕了 現場就被逮捕了 為什麼 因為他捲入了這個所謂的 林產管理局的金融木材套購案 套購案 那這一個案件是什麼樣子呢 就之前幾次演講都講過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意思的一個案子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剛剛跟各位強調 那個時候的林務局 皮作瓊 他強調的是保林重於造林 造林重於利用 利用重於開發 但是你現在社會上還是有很多的這個物財需求 那你就開始要去替這些需求者去歸類 然後去分等級 所以你第一個需要的 我林務局有限的生產 第一個要滿足的 在那個時候的氛圍下面 絕對是軍方 所以我現在就把木材 我一有產品 我就先配給軍方 然後軍方配完 第二再配給公家機關 然後公家機關配完 第三個再去配給民間機關 就是透過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 它不拉高法財量 我就是透過這樣子一個配給的這個方式 來完成這個保林重於造林 造林重於法務 這樣子一個政策需求 可是那個時候台灣的經濟已經起來了 我們的越來越需要 各式各樣的這個木材 那你現在民間是最大的 木材的消費者 我最需要木材 那我現在要怎麼辦 在這一套體制裡面 大家都可以理解 我就是去找軍方去塞紅包 我去跟軍方談好 我去跟軍方去找他們 薪資不夠堅定 容易被賄弱的這些人 我去跟他們談好 然後你去跟軍方說 你去跟軍方申請木材配給的時候 你去多幫我申請2000地方公尺 好那2000地方公尺 我就提領的時候 我就去把那2000地方公尺 木材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 因為社會上都沒有木材 我現在有這個2000地方公尺 而木材這個價格就會很高 我就會想辦法去炒 我想辦法去賣 我會賺一大筆錢 那一筆錢我可以去匯入軍方 然後順便再塞給林產公尺 紅包都還夠 所以這個就是木材透過壁案 的問題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也因為這個壁案的這一個發生 其實終於啊 還有剛剛講的第一次申請資源跟土地利用調查 結果人們才開始體會 這個林業你再封 你繼續封 你封下去整個林業會被你搞垮掉 因為這也牽制到軍方都被捲進來的這個貪污 這就是貪污案 所以局勢們就被抓起來 工需組的組長也被抓起來 然後很多 然後業者也被抓起來 然後當中判罪中的就是這個林產管理局的局長 他被判了九年 他被判了九年 就是一個 基本上他沒有被槍斃已經很好 因為那時候貪污案 而且又是盜用軍用財 所以這個是那個時候非常嚴重的這個事情 好 那又因為有這個貪污案的這個爆發 這個貪污案的這個爆發 所以台灣的林業政策就正式轉向 剛剛講這個林業精英方針 多造領 多盲目 多角度 就是整個180度的炸彈彎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入了 環保團體常常會講的這個 台灣林業的大伐木時代 就是大概從1960年代開始 就是過去表面很小心 不想砍 就是盡可能不要砍 大概伐採量都是三四十萬地方公司 可是從1958年 59 60年 一直到1970年 就是整個伐採量 現在就年年升高 最高的時候就突破100萬地方公司 就是 那就是真的是台灣林業的這個大伐木時代 好 那這邊我要跟各位介紹的 一個是我最近在專演的一個案子 那大家一定都有聽過 就是這個台中東市的這個大雪山林業公司 就是那個大雪山園區 到現在都還在 就是各位現在走進去可以看到 非常厲害了 但是現在已經變成 肺解嗎 跟這個制裁場 然後都還看到這個巨大的除木石 一定都會好奇 這個大雪山林業公司 是怎麼樣冒出來的 那我這邊就要跟各位說 那個就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有比如說什麼的弊案 然後有整個森林經營 概念的這個轉換 而所產生出來的這個史無潛力 其實就是你放出其他國家 大概都看不到 就是這種前無古的後無來者的一個 大膽的這個實驗 就是大雪山林業經營 好 那個大雪山林區 它基本上就是位於大安溪跟大甲溪中間 所以一片幾乎沒有被開發的這一個森林 那這片森林為什麼它會被留下來 因為整個日本的整個林業的開發 一方面是走大甲溪的 這個就是八仙山 另外一個是大安溪那邊就是所謂 後來叫竹東林場 那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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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 所以一邊從北邊下來 一邊從南部上去 所以在打到中站的這一個時候 還有剛好夾在中間的這一塊 其實就是森林縣西邊 我們叫雪山西林的那一整大塊 那一整大塊的這一個森林 一直到東四都還留有相對完整的 沒有被開發的這一個林項 那你現在呢 台灣林業需要有一個實驗 你需要有一個強心針 你需要有一個創新的這一個作為 那個時候的規劃者 特別是這一些 這一些開發派 他們講的王敏慶這一群人 他們就選擇了這一個地方 我們要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有最厲害 我們現在有美元撐雕了 我們現在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森林精靈 政策的加持了 我們現在有這個 第一次森林資源跟土地 利用調查的結果了 我們來找看看 看可以做出什麼樣的一個成果出來 好 看這邊也先看到就是 這個是紅色的 現在可以看到紅色的 這個是保留地的範圍 保留地的範圍 這也是因為在日本時代 那一個區域其實過去就是 現在苗栗縣 泰安鄉 泰亞族過去的傳統領域 可是在日本時代 剛剛講到的 一系列的這一些魚住分調整 也都把原住民從裡面搬出去了 被搬到岩邊去了 比較淺在地區 所以那一塊 至少在1950年代末期 它就是一個幾乎沒有被開發過 被碰觸過 連生活在當中的原住民 都被搬走的一塊區域 那這個就變成 後來這個大雪山林場 然後那個時候 也是依據這個 第四森林資源 跟土地利用調查的結果 他們去估計出來 這一塊林場 大概有 大概五萬多公頁 然後它就會變成 是這個大雪山林場 這個主要的範圍 然後這邊是大概 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這些都是 森林資源調查的 這個結果 就是它主要的這一些 分布的這一些範圍 那重點是這一個東西 就是根據剛剛講的 這一個主地利用 跟森林資源調查的報告 裡面可以砍伐的木材 因為在那個理解裡面 這個增頁數就是過於老熟 所以我們不要去管那個生長量 理論上理想的林業是 不能夠砍伐超過生長量的這個木材 但是因為它過於老熟了 所以我們可以砍很多 只要砍越多 它們更新越快 你砍越少 它們就會放在裡面腐爛 所以就是那個想法 所以估計就是真葉樹的 伐木量可以到一百萬立方公尺 然後立方公尺 然後破葉樹就更猛了 就是它可以砍到這個 兩百三十幾萬立方公尺 那總計呢就是 就是 總計那個我現在砍起來是不對的 沒有沒有 真葉樹有一千 它砍到一千多萬立方公尺 然後真葉過葉樹大概是兩百三十萬 所以總計是一千三百五十一萬的立方公尺 這一個木材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大雪山林區這一塊 就是要去執行剛剛講的 多造林多伐木跟多角木 這樣子一個林業的經營裡面 然後這邊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林區現狀 本林區為天然林 深山地區多為玉林的真葉樹原始森林 生長野區衰退 蓄積日漸減少 然後第三區多為破葉林 所以基於這樣子一個科學調查的成果 它們就提出來大雪山聯發量 必須要達到一千多萬立方公尺 所以這是一個很誇張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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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發財量 那現在問題是誰來經營大雪山 就是你現在有這麼厲害的一片生意 有這麼偉大的這個規劃 那誰要來經營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在把視角從大雪山跳開 然後去看那個時候 領務局到底在幹嘛 那領務局呢 領務局那個時候 懷特公司是那個時候 它是一個美國顧問公司 所以它那個時候 把他們大雪山的經營的架構 它有很重要的一個決策的這個角色 那這個懷特公司呢 這是我朋友去美國的懷特公司檔案裡面 去把我抄出來的 所以這個懷特公司檔案 它怎麼看這個領務局呢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 Taiwan Forest Administration 就是領務局 就是它要去表達 其實基本上就是 從美國專家的觀點啊 從這個大雪山經營者 大雪山經營上面的顧問團的這個觀點 這個領務局實在是做的亂七八糟 特別是陸財銷售的部分啊 完全是荒腔走板啊 就是你不可能把這麼一片厲害的這個森林 再交給領務局去管理 那就是大雪山它其實就被賦予 就是我現在要有系統的去砍伐領務 然後再系統的去制裁 然後去往這個市場上面去輸出高規模的 高規格的木材製品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穩定市場 然後去滿足這個社會上的物財的需求 好 那這個 這邊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就是它就提出來大雪山跟經營者 不能夠再交給省政府下面的領務局 一定要有一個separate agency independence of the Taiwan Forest Administration 就是它強調大雪山一定要有一個自己的經營組 一個經營單位 而且它也強調這個東西要跟你物局沒有關係 一定要跟你物局去劃清界線 這個要劃掉的一個團體 你跟它連結在一起 只會把整個林業的整個大雪山的經營脫劃掉 那到最後再回到各位 剛剛好奇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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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照片 如果各位可以 有興趣的話 那個時候的邵氏電影公司 還在大雪山取景 所以去拍了一部 我現在想不起來的一部影片 但是裡面它其實就在講 法木工人跟當地的原住民陷入愛河 然後起來反抗殘暴夫人的監工的故事 然後大概是1960年代 以大雪山為背景的一個 那個時候大家很流行的這種 這種電影的基材 那裡面就有這個景 這個景它的這個大雪山林業公司 它叫做金氏大雪山林業公司 然後中間兩根斧頭 就很斧頭棒你知道 所以你們各位知道 這個為什麼叫金氏嗎 金氏就是那個時候的省政府 主席金兩號 所以它其實就是意味著 這個大雪山林業公司 不歸林務局管 歸省政府之一 所以這個大雪山 它就是要強調 它就是一個 就剛剛講的 過去幾乎台灣的森林 全部都是由領務局在主管 但是因為過去發生的這一些 風風雨雨 你現在有這麼一大片地 還有這個森林 你再也不歸林務局了 我現在要拉高它的成績 然後到省政府 它就變成是省政府直營的 這一個林業公司 好那 呃 對不起 應該是往下來 好那那時候的林務局 其實也真的做不好啦 我也不是做不好 從後進市民來看 沒有達到那個時候 他們期待的要求 可是 1960年 林務局就正式改組 我剛剛都會叫林務局 林務局 可是它大概從1947年到1960年 都叫做林產管理局 但是1960年又重新改回來 叫做林務局 而且把過去的林產 然後還有林產是管林政 林產的 然後還有林政的 就是所謂的山林管理所 在1960年代的時候 全部合併 然後開始出現所謂的林區管理處 林區管理處 以前沒有 1960年之前沒有林區管理處 1960年之後才有林區管理處 那這個林區管理處呢 其實就是 然後就是1960年代改組的這個結果 那這一張在檔案裡面可以看到 就是改組那個時候 上面是 這個林務局長 然後下面就是各個林務局的這個職員 他們正在宣示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林務局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其實就是要滿足所謂的消函整務案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就是那個時候 真葉樹大概 因為那個時候基本上林場幾乎都已經 你要開發新的林場 要不然舊的林場 基本上都已經沒有木材了 那最重要一個 還期待開發大雪山要被省政府拿走了 所以我現在能夠去證明我的存在感 去刷存在感的其實就是 我要去做這個擴葉樹的 積極的利用開發 然後這個剛剛講 這個美元的沈克夫有沒有 他又跑去韓國 因為他知道台灣的貨業樹需要開發 所以他跑去韓國去談了一個國際標案 叫做消函整部案 韓國政府開一個標 就是一個整部標 然後就是去看哪一個國家可以來投標 然後那時候的林務局 完全沒有國際標案的經驗 基本上 但是因為這樣子一個案件可以賺外貴 所以他就真的就出面去投了 然後在整個中華民國還有省政府的協助下 就去投標了 那這個邏輯其實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左邊那個就是陶玉田 那個陶玉田 那個時候的林務局長 他是耶魯大學林學的碩士 所以他也是一個林業界的人物 那他現在去談到為什麼他民視要去談這個標 很重要就是他要去促進這個台灣 擴業樹的開發 那那個邏輯 如果各位有考田園 然後遇到老先生的時候 這些老的林班工作者的時候 大概都還會有聽過 就是你現在要去跟林務局標林班 如果標的是擴業林班 你們要附帶整部 各位有聽過 就是我現在 我現在林務局去開了一個擴業林的標 然後我是業者 我去跟林務局去投這個擴業林的標 然後我標在這個標案上面的這個條件上面 就是我把這個森林拿去砍伐之後 我裡面要有幾根幾根的枕物 我要繳回去給林務局 我要繳回去給林務局 就是他就是一個標案 可以成立的時候的一個條件 就是那個時候 林務局的這個想法就是 我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 庫葉樹沒有辦法去做什麼植營的林場 他一定要找業者來標 要找業者來砍 我一定要拍這個伐木的這個標案 那我透過這個伐木的標案 我把業者整合進來去開發庫葉林 然後我又可以收到這個枕木 然後可以把這個枕木拿去防腐 拿去做好之後 然後拿去韓國去交差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與此同時 我當然也可以去帶動這個 台灣本土林業界的這個發展 這個擴葉林的這個開發 然後我又可以去完成這個標案的這個要求 那其實這個蕭韓整部案是那個時候 非常大的一次這個實驗 在這個資料簿裡面都可以看到 這個都是做好的這個擴葉林的這個整部 然後其實也在北園的協助下面 台灣也開始出現這些木材防腐 擴葉林的這些防腐技術 然後這個都是裝點之後 然後要裝要要要上這個貨輪 然後準備要拿去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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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貨交貨 可是這一件事情 這個一開始感覺起來非常有理想 又可以賺外貨 又可以促進台灣貨業林開發 又可以帶動台灣木材工業的發展 可是後來又還是是以這個悲劇收場 為什麼 就是 就是 一方面台灣真的過去沒有那個技術的這個基礎 所以我們每一個擴葉林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擴葉樹的材質 其實就導致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每一個整部的生產成本其實非常非常高 我們過去沒有那個技術 我們幾乎全部都要重做 幾乎全部都要重做 然後業者也不知道 業者過去也沒有切枕木的經驗 所以你這樣切一切焦去 然後又看就不合格 你就要做一個枕木 然後我又要再去想辦法去切 所以就搞了整個過程非常的重長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然後當然標了這件事情就是他們開個標 我們一定要去最低最低價格的標 我覺得那時候估的那個價錢我最低價 你現在整個生產成本又不停的水漲床高 到最後整件事情外匯沒有賺還賠了一屁股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讓領務局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去促成的這個消防整部案 他又賠了一堆錢 所以當然這些中華民國又看到這些高官們看到這個領務局扶不起的 他要做這個也做不好 當然我們都知道那個過程沒有那麼簡單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更確定一件事情就是這個大雪山這個領業公司 絕對不能夠交給領務局去管理 所以就1958年12月27號就是行政院 中華民國行政院就是開始核准先行實施營業 然後大雪山領業五分有些公司就是正式成立 1959年5月8日 然後他就是由省政府直營的一個領業公司 在過去的這個歷史還後來到現在的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就是沒有這樣子一個經營體制過 那各位這個大概多少都有聽過 就是大雪山領業公司出來之後 因為他是作為一個示範區 這個台灣領業最重要的一個實驗 所以他其實開創了後來變成是 那個後來變成是領業的這一些標準的這一些設施 其中一個就是靈道跟卡車運財 在日本時代絕大多數的時期都是透過鎖道跟鐵道在做運財 就是領導一直到1940年代才開始勉強有出現 但是沒有那樣子一個主要領導都不會是日本時代名業的這個主流 但是在大雪山那個時候就是這些美國顧問就一直來 原本大雪山還是要拉鐵道跟鎖道 延伸這個八千三的這一個設施 原本還是要拉總傳統路線 可是這些美人專家就跑來說 你不要再一種鐵道鎖道 我算給你看卡車運財很便宜 卡車運財很便宜又快 然後從來沒有鐵道跟鎖道的這個 特別是鐵道非常非常的貴 他的固定設施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怎麼算都是卡車運財比較便宜 所以大雪山那個時候在確定要蓋下去的時候 就開始走的就是鎖道 然後走卡車運財這樣子一個路線 然後這個就是在檔案照裡面都可以看或看到的 就是就開始拍了我們現在這個叫做大雪山鎖道的這個鎖道 然後從美國買卡車來 因為他們希望出來的這個木材是所謂的長大材 不要切盡量不要切 我要鎖長鎖鎖拿下來去平地帶切 不要去山 不要在山裡面切 在山裡面製裁的話 那個時候想法就是他的製裁率低啊 木材的損耗高啊 所以我要想辦法把鎖長鎖鎖的這個快木想盡辦法運下來 所以要特別去訂購 訂這個加長的這一個卡車 然後你的整個領道設計 你的寬度跟你的寬度區度全部都要基於這個概念去思考 就是我希望可以把最完整的木材從山上拿下來 載進製裁場去切 好 那這個就是 那一開始拍美國的 後來拍日本的 就是走這個卡車跟領導一直採用這個路線 那還有到了這個現在這個大選三林區 大選三林業文化園區之後呢 那一個他還當然不會是整個路線運輸的最終點 那個時候大選三林業公司還跟台鐵去談 就是你覺得很重要的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辦法卡車可以運到全台灣其他地方去 所以你必須還是要養愛鐵道 所以又從這邊去東四高豐原去拉了一道東四支線 拉了一道東四支線 然後來走 來讓這個木材可以從這個大選三林業公司的除木池 還有製木廠去運出來 那最厲害的就是剛剛有提到 整個構想就是我要用卡車加領導 把山上的原木用電鋸 不是電鋸 電鋸鋸下來之後 裝車直接進下來 然後到製裁工廠去製裁 那你現在面臨到這個木材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些木材 那傳統那個時候東四基有的製裁場 沒有辦法去符合這麼長的這樣這個木材的製裁 所以我們要去應付這些木材 而且要讓它發揮最高的這個基金價值 我們就必須要打造一個遠東最大的製裁場 所以呢 這就是我們現在去大選三林業園區還可以看到的遺骸 有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如果起就是 從出木石然後會走這個運河 要不然就再搭配這個吊車 然後到這邊的時候就有這個鏈條啊 鏈條 然後把這個木材運上去 然後上到這個上面的這個軌道之後 然後再由那邊去做切割 然後平等的判定 然後到最後就有一系列的這個就是現在這個 那個時候園區的這個這個裏面圖 有除木石然後有這個所謂大製裁場 然後這個大製裁場呢 在那個時候美國的這個規劃裡面 就是他必須要做到這個木材的全裁的利用 進了木材進了大製裁場之後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包括他的那個大補 都是以前沒有看過這種大規模的這個大補劇 然後後來有中補小補原片劇 就是你只要一出來之後 這個木材就會自動變成了規格化的 市場上需要的製裁跟的這個製品跟腳材 所以它全部是這個一系列的這個這個機械的這一個運作 那在這個切割出來的這一些木材這一些廢材呢 它就會進到這個木片艙 然後會進到這個鍋爐房 然後就這一些就會變成原料 原料就拿去發電 然後這個電再送到大製裁場裡面去推動這一些製裁的機械 然後還有包括就是不知道各位去看那個大製裁 有沒有看到那個移構下面有很多立起來的這一些柱子 就是剛剛講的這一張上面 就是這一個木材是怎麼樣推上去的 各位猜猜看它的電力來的就是什麼 水 水 電不是電 電是吃自在場 這基本上就是跟火車的概念是一樣的 就是剛剛那一些廢材全部進鍋爐間 鍋爐間會產生蒸氣 它連蒸氣都要拿來用 所以那個蒸氣它就會進到這一個台子下面有 就像火車的那一個我不知道那個樹裡叫是什麼 就是那個季頭 有沒有蒸氣進去它會推動佛塞 它會產生上下上下上下的這一個力量有沒有 然後它再把這個上下上下的力量 再透過一定齒輪的構造把它轉化成移動前後 就是直接移動的這一個方向 所以它的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進了鍋爐間鍋爐間發電 連鍋爐間的蒸氣都不會浪費 直接拿來這邊去當成是 拉這個木材上去的這一個動力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過想 這個光這個大樹材我們就花了一億喔 就花了一億喔 所以是那個時候非常龐大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像 某種台積電之類的一種 又回大的一個設計 就是裡面全部每一個木材 我都要徹底的用得到 連木屑還有燒木屑生出來的蒸氣 我全部都要妥善的這個利用 就是那個時候 大雪山的一些公司 被賦予的任務就是這個 好那 那這一些基本上就是算 就是那個走白特公司 其實基本上都有很仔細的去計算 就是我這個一億元這樣投進去 這一件事情確實是有可能賺的 就是我現在木頭來好好利用 好好切然後我往這個市場去輸出 這一些最厲害的這一些木材 這一些製品 然後我與其一定就會 兩幣驅逐劣幣 就是這個台灣既有市面上小制裁廠 切出來這些規格不依手工操作 生產地低落的這一些小制裁廠 大概就會被我這個大制裁廠消滅殆盡 然後我就可以某個程度上就控制了 這個台灣的領業 從最上游的森林 然後到最下游的市場 即便都是我可以一手控制 那與此同時呢 就是你不要有這些 各級八號色彩廠 你有這些會去幫你貼得非常完美 清美的這些製品 你就可以好好去發展建築業 你就可以好好去發展 造紙業 你可以去好好去發展這種 林業的相關行業 然後就整個林業生產的流程中 最上游到最下游 我都幫你 從而 我都幫你傳便便 你就不用去擔心這件事情 就那個時候想法是這個樣子 可是 我們應該都知道 大學山林業公司 最後就是個悲劇 最後就是個悲劇 我們就 當然 所長一定都有聽過 就是他其實就是一個怎麼樣講 一個美式的技術被搬來台灣之後 你就是會水土不服 那我覺得很好奇 所長你那時候聽到的大學山的傳說是什麼 對 其實他的制裁率 他的制裁率其實是很低 為什麼 就是 他相較於台灣民間 台灣民間的制裁廠 也許他的機械沒有什麼了不起 也許看起來都有很多人力在操作 然後他的生產量其實也沒有辦法太高 可是台灣民間業者有辦法生存 其實就是我好不容易去飆到一顆原木之後 在進大火之前 我要仔細的去看他怎麼切 我仔細去看他要怎麼樣切 怎麼喬 我才可以去確定他的制裁率是最高的 對 所以因為你如果一切錯 一刀下去 你整個木材就了 就沒有辦法 就沒辦法賺 所以 那是台灣民間制裁廠的這個我幾個大學山 這樣子一個方法沒辦法給你這樣搞 這個木材來進這個運河 然後搓上去 然後進去 就全部切了 所以他沒有一個制裁的大火師傅 在那邊給你看這個木材怎麼喬 怎麼辦 怎樣的制裁率是最好 我這邊有洞我要怎麼閃 沒有那種東西 沒有那種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關鍵就會變成是 就像我首長剛剛講的 他的制裁率很低 很低 因為沒有一個骰屋 就是我們畢竟這個是天然靈 所以木材長的各種各樣的形狀都有 那過去台灣的制裁所就是有這個大火師傅在那邊喬 但是這個大學才沒有那個沒有這樣子一個設計 沒有那一關 所以木頭不管什麼形狀進去全部火 從木到同樣的方法火也沒人去給你喬 所以出來之後他的制裁率自然就會非常非常低 那個可能都辦不到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慘烈 非常非常慘烈的這個狀況 然後再加上林道要花錢 大制裁場本身就有固定的這個設施 卡車要花錢 然後林道來台風還就會崩 然後你這一些都要修 所以我們每一顆木 每一個大學家的原木 其實他的生產成本非常非常高 然後再加上你的制裁率那麼低 所以就變成是你這個多開工就是浪費 當然停工也照樣是浪費 但是相較之下你還是讓他停工免得浪費更多 所以這個大學生花了這個制裁場花了上帝 做出來的這個東西 大概加一加段段續續開工起來都沒有幾個月 然後到最後基本上就變廢鐵了 基本上就變廢鐵了 就整個就廢掉了 所以就是制裁場合1965年9月他開始生產 他製品大概只有兩千多立方公尺 然後1965年8月然後總經理這樣就開始 其實開工都才不到十年而已 就開始由這個林務局長原本 一直要被趕出去的林務局長就開始又回來去接手這個大學生 然後林務局的這個局長沈嘉明他就認為大制裁場他不適合去制神產的原木 所以並因為投資大使的固定費費用提高 所以十一月就提供然後一起做微務性的跟動 所以整個後來就是整個大制裁場就停掉了 他整個大學生的經營就開始跟其他的林場一樣 我基本上就是去砍人木下來到這個制裁場裡面 然後還是由民間的小制裁場去標人木灰給自己做 所以原本的那個構想我要去控制這個木材市場的構想 就在這樣子隨著這個大制裁場這個構想 這個大制裁場的陨落 就整個就灰飛陰面 就是到頭來到頭來能夠在這個台灣的木材市場裡面存活的 其實還是要仰帶某個程度上 就像是台灣所謂台灣經濟奇蹟裡面的中小企業有沒有 每個都規模小 然後每個人成本都技術也不會什麼的了不起 然後有很多人選在其中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小小的 然後彼此之間去形成這種所謂的網絡 所謂的網絡 然後彼此互相某個程度上一個生產流程 被拆成非常非常細的這一個環節 然後大家一起撐起這一個木材的產業 所以台灣的林業在大學生那個時候 原本以為可以由政府來統治 但是結果反而適得其反 就是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創造出來更多更多的這些民間制裁的產 然後這個民間制裁的產 它當然會去做技術的更新跟改變 然後但是它的那個關鍵 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 你要去處理這個台灣的天然 你就是要去看 你就是要去挑 你就是要用你的記憶 你的眼光 你才有知道你要怎麼樣去切這個木材 才可以達到最好的資材 好 那 那我就 今天就可以把故事講完 所以大家再忍耐一下 就是快要這個精彩的 其實也 還有一些很有趣的精彩的部分也即將要來臨 就是 其實大學生它並不是那一個林業時候的特例 就是 其實另外一個跟大學生可以比的就是鄭昌林業 鄭昌林業也是同樣的邏輯 他們是差不多同時代出現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那個時候就是 當然鄭昌林業就是孫海嘛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們也希望就是 我透過大學生 然後與之同時 我去栽培培養這個台灣代表性的民間業者 來作為台灣林業的示範 那孫海但是在日本時代本來 那時候他本來是減食這些廢材 他拿去做利用的這個非常小的smoke potato 就是非常小的這一個廠商 但是他其實就是在剛剛講的這個 蕭韓整個案裡面 他是被找被當成是一個培育的對象 所以他開始去學習這個貨材房 他是那個時候 美元下面的一個重點的一個公司 然後呢 這個孫海照他我們目前訪談 還有看到這些資料顯示 就是他急功耗益做事 然後他非常有手腕 然後還有其實他對於林業真的有理想 就是他希望正常可以變成像 美國的這個Wirehouser 這種大規模的這一些林業公司 然後他要在山裡面開林學院 然後他要去培養厲害的這一些林業 企業家跟林業人員 那當然正常這樣子一個想法 也讓他可以去跟蔣家 跟這些有很正商 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 各位大家能知道 就是正常他就是單大林道 就沒有 就是單大林道 然後也是同樣的 就是透過這個木材標送 但是在某個程度上也就是 就是因為標的那個林道面積非常大 沒有人可以跟他比 所以也是某種特賣 就是直接把這個大面積的森林 交給你去經營 正常也是走這個林道跟這個卡車路線 然後也是強調 我要把長大財 就是最大根的木材 全固定下來到車程 然後到那邊再去做這個處理 然後也是同樣的走這個鐵路出來到二水 然後再出去嘛 所以基本上是大學在林業公司的 某一種同期的一種翻版 只是這個經營者不一樣 一個是純粹的民間業者 另外一個是由政府經營的這個林業公司 那這個就是單大領導 這個在檔案裡面都會看到 也是跟大 甚至比大學在林業公司 還要誇張的一個領導規模 那這個是車程的這個竹木場 那同樣這些 多個大學在林業 是背後都是相同的這個經營一點 一條龍大規模的高技術 高科技 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樣子一個經營模式 可是各位應該也知道就是 就是你光要養那一條林道 然後你光要去 你光要去養那一個林道 你光還有那個時候都有造林的需求 還有很強大的造林需求 你要去板足這一個造林的需求 然後你這個木材下來之後 你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削啊 你要怎麼樣去去切才會合理 你這一些到最後全部又回來去壓垮了正常 就像過去壓垮了這個大學山一樣 所以這兩個公司其實某個程度上都是彈花一現 都是彈花一現 好那我現在我覺得各位剛剛講的就是 兩個最厲害的實驗都是失敗 那到底有沒有成功的例子 有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例子就是林務局 成功的例子就是林務局 就是林務局他厲害 那就是特別是這一位沈佳明 這一位 各位右手邊第二位就是沈佳明 這個編胖21的這個就是王國瑞 他就是王國瑞先生 就是這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林業祈禱 寫了非常多林業史 那基本上是他應該是1947年之前 那時候第一批來的這一些 他比姚赫年老師都還要早來 那就是真的是第一批第一批的 這一個這一個這一個林業人員 對然後其實沈佳明也是 就是兩邊我不認識 如果各位知道的話可以告訴我 但是我知道21號那是王國瑞先生 又二這個是沈佳明 他們基本上都是帳後就來台灣的 然後一個就是沈佳明當然就是當到 一開始到開明山 然後後來其實就當上個退府會 然後進了這個退府會之後 他就下一步他就到了林務局 他就到了林務局 所以剛好就當上了這一個局長 那王國瑞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基層 大部分在基層 他一開始在這個高雄山林管理所 對他比較是基層然後去當處長 就是是同一個時代來到台灣 然後共同程度上都是台灣那時候 理念那樣重要的這一個人物 好總之呢就是就是 剛剛講的兩個失敗的歷史 但是林務局在沈佳明的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在1965到75年的這一段時候 這個就是所謂台灣的大伐木時代 就是你可以看到紅色的是伐木 綠色的是兆林 然後 對不起 拍一下 對最左邊那個是從1946年開始 然後右邊呢這個是在19 這個是到1975年左右 所以差不多這一段時間就是靠右側這一段 這個就是台灣的剛才講的1965到1975的 沈佳明的那個大伐木時代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的是 紅色當然不小 這是稻林面積 那綠色其實也蠻多的 其實蠻多的 就是雖然說台灣是那個時候 台灣的森林砍伐 就是從柴積量來看 幾乎都可以常常超過100萬立方公尺 立方公式 但是 稻林面積其實也非常非常的龐大 稻林面積也非常非常的龐大 所以這個所謂大稻林時代也不會只是 大伐木時代也不是只會只是在砍樹而已 這個稻林面積其實也相當相當的驚人 好那在這一段時期為什麼相較兩個很快就垮掉的 大傑南電源公司跟鄭昌 那立方局為什麼可以一次徒修 其實很大的關鍵其實就是 他走了這幾個重要的政策 就是開始去大規模去標靈班 自己基本上自己不經營臨場了 雖然臨場還是有在做 但是基本上還是以標靈班為主 那標靈班你就可以收付代金嘛 你就可以收付代金 然後你這個程度上就比你自己去經營一個 零場來的經濟划算 我不要去養 想辦法去養鐵路 我也不要去開林道 我就把這一個森林去標給一個業者 然後跟你說這個標在裡面是帶林道 你業者就會去幫我開 沒有邏輯就是這樣 我不用去養林道 我不用去養林道 我不用去做這一個事情 我就標 我就用標的 然後用這樣子一個方法去回避掉 那我剛剛講的大雪山跟鄭昌東一支 會面對到這個固定設施 非常麻煩的這一個問題 你林道派進去你 如果是公司自殺 你就一定要養 然後你沒養 就是林道就非常非常難養 你不去動跟一支崩 所以那是林道群在同程度上 他就回避掉了 這樣子一個困境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也是 就是我現在軍 我開始不去走什麼配售路線 就是管理管理就是 我再把我的木材去配給軍方 配給軍公教 類似的一些 我現在就是走原目標售路線 所以木材我 我還有這邊也是講 那時候標林班 他一開始要站起來的時候 那個標林班 也是一個特殊的一個標法 就是我現在林班開了架 然後他主要是老木成籃 所以你去幫我把這個木材 砍下來之後 我的木材是我的 你拿的是公司 對不對 所以木材是我的 然後你這個木材 可以再拿去標 然後山材當然還可以再標一次 所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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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樣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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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某個人的上 就是透過這樣子標售標售 這樣一個方式 我去掌握這個木材資源 然後再把這個原木拿去標 那如果需要的話 再把這個原木甚至去 特別是那個時候 快木在日本非常好辦 所以我就可以拿這個快木去輸日本 然後賺外匯 然後用這樣的一個方法去去 賺到最多的利潤去完成這個 我要去繳國庫的這一個任務 然後但是林務局剛剛從那個 表格裡面來看 他也不是只是一心一意的 要把台灣的森林都 都想辦法去炸多對峰的利益來 而已 他其實背後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真的我要 側頭側尾的去做臨項變更 去做臨項變更 然後這個其實那臨項變更 這也不是林務局本身的想法 那個時候外國的顧問 外國的顧問其實他們來 都一直在講 就是我們的闊葉樹的 材積我們闊葉樹的臨項 實在太低劣了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它變更掉 所以呢 這個是有一個加拿大的專家 那個時候來 那個時候台灣已經進入大伐木時代 已經開始在有系統的砍發了 然後連發量已經估到 100萬立方公尺了 然後這因為加拿大專家認為 100萬立方公尺還不夠 台灣的合理的容許把財量 我們的木材應該可以砍到 400萬立方公尺 就是增加三倍 變400萬立方公尺 就是他閒林務局砍不夠的意思 就是我們還要繼續砍 要努力砍 砍了以後才可以努力去造領 可是 可是 林務局呢 增加發財量三倍 就是變成四倍 就是400萬立方公尺了 這一個意思 可是林務局呢 現在都馬上都面臨到 對不起都跑掉了 但是就是 我要跟各位表達就是 林務局他現在 剛剛講的 透過標理班 透過快度輸入 他其實賺了很多很多的經費 但是呢 這些經費其實有很大比例 都要繳給國庫 都要繳給國庫 所以我剩的這一個錢 其實不多 那我如果把剩的這一個 不多的錢再去 投入造領的話 那這一件事情 神家民樂會不妥 神家民樂會不妥 就是沒有錯 我們現在確實要造領 可是我這個造領 不能夠再用我這個 法務的盈餘去造 這個小小的這一滴錢 我寧可去 比如說造務員工 比如說去 新建其他必要的這些基礎 寿司是翻新宿舍 這也是為什麼林務局 在神家民下台之後 大家都很懷念他 就是 這一些東西 某個程度上 就變成是 員工的福利 因為林務局 那時候待遇很差 待遇不好 但是 那我現在就需要造領 那我造領要怎麼來 就是林務 神家民的想法就是 去找外面 去找國際的這一些發展組織 所以一開始本來是找美元 可是美元 在1960年代的時候 已經沒有錢了 1960年代一定沒有錢了 後來又想要去找這個 有這個所謂480工法 有這個剩餘農場物 但是那個也快要沒有錢了 就是這些既有的 比較確定的經費來源 都慢慢當和掉了 那我現在要造領 經費去從哪裡來 後來他們就找到了這個 聯合國的世界糧食方案 就是四糧 四糧 他是在1963年成立的 他就是以糧食為手段 幫助社會國在糧食方面 達到自產自救 跟糧食自己的目的 跟你也完全沒有關係 可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喬的 所以就是在這個試量方案的 這個支柱下面 林務局就正式的去提出申請 這個是在林務局檔案裡面的公文 他那時候的申請書裡面 大概就這樣寫 就是本省第海拔的 林區教具利用價值的林務 都以開發利用所剩者 都是蓄積稀少低的 這個過夜樹林期開發利用機 因利物集費而任其自身自滅 地計無以盡其利物 勿用無以盡其用 就整個國家的經濟觀點而言 不佳利用輸屬可循心 然後本區有介紹史 經歷於53年底 分期實施林項改良 必以淘汰整理低價值之破夜樹林 造林更新文高價值的樹種 以及高森林價值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在寫給試良的時候 這個計畫書就是這樣子寫 就是計畫書就是這樣子寫 就是裡面寫得很清楚 過夜樹林開發利用機費 所以講直接一點就是 沒有人要來標啦 沒有人要來標啦 因為過夜林基本上都是標的 但我現在很想開發 我又不會自己去做過夜林 你明天都不想做 政府幹嘛要做 可是我一定要想辦法開發 因為在某個程度上是完成一個林項變更的 物財自己自主的這樣子一個理想 可是你現在沒有人要來標 我就沒有辦法開發 我就沒有辦法變更林項 那我現在就要去找外源 找外源其實就是找這個世界糧食組織 那這個談還談的蠻好的 所以就後來就是 中華民國政府就跟世界糧食方案試良 然後為實施台灣省林項改良 大概在1906年的時候 就簽訂了這個合作協議書 然後一開始施施的地方 實施的這個地方 對不起 轉成PDF不知道為什麼 全部都跑掉了 就是一開始實施的這些地方 然後就是第一個施就是雙流 第一個就是我們現在的雙流森林遊樂區 那個就是林項第一期林項變更的地點 然後過來往上呢 就是到初女山小外山這一間地方 這些地方大概就是第二期 然後北邊其實也還有 就是像光木 光木林道兩側 那個地方也是林項變更的實施地點 然後還有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的那個內本路 內本路的這一個區域 我剛剛不是有講到 大概在1940年代 那一塊原住民生活的空間 就被清空 族人被搬出來 那個地方就是舊社 從人被搬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在那邊生活 那個地方很快就長成雜草 然後變成雜草 我現在林項局需要造林地的時候 看到這種草生地最佔了 所以全部那一塊內本路的舊社的位置 全部拿去造林 這就是各位如果有看到 面本路回家所拍攝到的這一間 這一間照片 他們回去不是回到一個什麼 原始生地裡面的一個舊部落 沒有 他們的舊部落上面 滿滿都是山木 還有六山 你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林項變更的地 然後還有像是 丹大那邊也是一樣 就是丹大的布農族人 後來被搬到東部的馬遠 然後馬遠族人要走這個關門古道 再回去這個丹大 他們的舊社的時候 那個舊社也不是原始森林裡面的舊社遺史 沒有 上面全部是山木 就這一些全部都是被拿去 當林項變更的造林地 就是那個時候 林項局你現在去接了計畫 你每年要有KPI KPI不會是只有現在的事情 那時候也非常重要 而且牽著到跟國際組織的這個合作 我每年就要固定的造林地 那最合理的方法就是 我過夜林開標 過夜林砍伐以後 我去再開一個造林標來造林 可是這一件事情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都常常找不到造林地 我找不到造林地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舊社 找原住民生活過的這些地方 拿去造林 這樣就是很快就是 可以滿足每年的造林的需求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時候的林務局 它正在簡報 正在簡報就是 林項變更的目的上面就是 充分利用林地生產力 然後來促進林業生產 然後從這個來增加林業收入 然後防止水土流失 然後水土保安 供應木材工業 然後還有增加這個 這個林業的這個 就業的這個機會 好 所以在1965到193 大概在1965到1975 在這個大規模伐木的時代 其實林務局也在這個 國際組織的援助之下 在揮動這個林項變更 那各位一定要問說 剛剛講的擴葉林都是用標的 那到底國際援助 到底是在援助什麼東西 到底在援助什麼東西 就是你怎麼樣當這個 過去標不出去的擴葉林 現在標了出去了 就是現在就變成是 你現在簡單來講就是有一種 標擴葉林搬送奶粉 這樣子一個 送麵粉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概念 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 就是我現在標領班 然後 然後就業者來講 他 他都要付給工人工資 有沒有 那這個付給工人工資 這一件事情 就會變成是 他們經營成本裡面的很大部分 可是你現在這個工資 你可以拿試量方案提供的麵粉跟奶粉 然後理論上是不能夠換 但是承辦跟業者都會去換 就是把這個奶粉跟麵粉去換成錢 然後拿這個錢去付工資 所以就業者來講 他就省了一筆錢有沒有 他的最大最麻煩的工資費用 就可以透過試量給的 這個米粉跟麵粉來填補 來填補 所以就業者來講 他的精靈成本就降低了嘛 所以我先對我來說 過葉樹就又變得又有誘因了 因為我現在就有錢可以賺 我現在有錢賣出去就有錢可以賺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一個試量下面 試量支柱下面就開始有了 非常非常大規模 就像我之前去光物林島兩側 那一側柳山林 那些全部是林鄉變根的結果 然後現在在雙柳山林遊樂區 已經變成土腳線樂園的白鐵 這個光大樹 那個其實也是林鄉變根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是報告書裡面可以看到的這個照片 就是第一步就是要盡可能的去揭發這些過葉林 然後就是在山上就就地的這個伐木 然後還有制裁 然後為了要去滿足這個龐大的照理需求 就開始出現了在內魂 在雙柳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巨大的一個 一個苗圃 然後正是在內魂那個地區 剛剛有跟各位講的就是 那個也是林鄉變根的照理一個地點 就是在他們回去這個舊社 幾乎就在中央山脈上 他們也有一個龐大的一個苗圖 就是要滿足 那個時候叫做 延坪事業區第270班的這個照理的這個需求 然後這個就是工人要上山啊 就是他們找了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工人 那當中有非常高比例的工人 其實就是原住民 其實就是原住民 那剛剛講的就是原住民在那個moment 因為保留地都照理了有沒有 保留地都照理了 我現在需要現金嘛 因為小朋友要上學 小朋友要上學 然後有些甚至開始要付水電了 我要有現金啊 因為或者說都不用去顧及小朋友要上學 我要現金買米啊 要不然我沒東西吃 因為我保留地照理了 我沒辦法去種小米 更不用說去種水稻 所以我需要米才能夠發 需要錢去買米我才能辦法佛下去 那米家麵根就提供了大量的工作需求 工作需求 所以就有特別是南部的 還有南部的台灣輪海部門最多 就是他們就開始去山去這個這個這個 要嘛去做伐木 要嘛就是去Fornham的這個造林包商 就會找他們上山去造林 上山去造林 然後當然也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在山上造林 孤單想家 想女朋友 想男朋友 想家人 就創造出來的各種 走了一股眼淚掉下來的 林班哥 所以背景都是這樣子的 背景都是這樣子的 對 所以那這個就是拿來浮工資的麵粉 麵粉 麵粉就是上面都有各式各樣就是這一些 國際原住的這一些符號 然後為了要運儲存這一些麵粉 那個時候承辦人各分各領區管理處 都還要想辦法去找倉庫 因為這一些麵粉 這一些奶粉全部都是從美國這樣子運過來 你要想辦法把它儲存好 然後工人去工作 他要領工資的時候 你再去算 把這個麵粉跟奶粉花多少給他 然後他們再想辦法去換錢 去用或者去想辦法去消耗 把這個麵粉跟奶粉變成公司去複格工人 好 這個也是按照工人的出工 就是出工他要來計算 你到底可以拿多少物資 那這個是官方的報告書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在實際上有很多其實真正操作就是 這一些物資都會想辦法換成錢 都會想辦法換成錢 然後再去付給工人 那我這邊也去跟各位強調就是 這一件事情之所以能夠完成 其實就是國際量 就剛講的試量方案 他其實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他運來那麼多 他不直接給錢 他就給你麵粉 給你這一些物資 然後如果沒有這一些物資 來當成給工人的工資的話 這個脫業術的罰財 就是一個利不其非的一件事情 那你現在這樣下去就有給我賺 然後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剛剛講的 你現在有一批勞工 這一批勞工就是土地都被種滿山木的原住民 那這一些原住民呢 就廠商的觀點來看 他們就是利益 他們就是工資的要求很低 你只要用很少很少的工資 你就可以去雇用到知道山 就是在山裡面生活的這一些人 然後把他們變成是最厲害的這一些造林工 最厲害的這一些造林工 所以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 就是在1965年到1975年 就是剛剛各位看到那個表格 就是即便罰木量非常非常的高 可是真的造林也非常非常的近的 造林也非常非常的近的 就是某個程度上真的就是 徹底的大量的去改造了 這一個台灣的山林地底 它就變成我們現在 我們程度上看到了這一個模樣 好 那這個就是 這邊再給各位看一下 上次有給各位看過的 就是這個台灣伐木量 就是最高峰的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大伐木時代 這個大伐木時代 大概1965到1975年老季 就是各位知道的 大概是這一段時間 然後後來過來呢 其實就是各位應該這一部分的故事 也就很清楚了 就是後來這個政府就開放 物財進口嘛 就開始有南洋馬來西亞的這一些 木材就進口 那這一些進來的木材 它會在材質上 在價格上 在成本上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台灣自行生產的木材 就開始打不過這一些 這一些木材 然後有這一些外來的進口木材 然後台灣又開始出現了 河板爹 然後然後又開始 就是整個林業就開始去 仰賴外來的這一些木材 然後本地的這一些 天然裡出來的這個產品 就開始越來越乏人問津 越乏人就賣不掉 賣不掉 然後再加上 所剩的這一些木材 好的這些木材 就是如果 就落在很高 還把地勢非常崎嶇的這個地方 你發財營運完全合 就是沒合 所以就是整個林業就開始 然後還有再加上有石油耳機 有石油耳機 就是整個人員就開始變得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再加上日本 原本日本是我們最好銷快木的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又跟日本就斷交 然後再加上就是這個日本需要這個高貴財 它的容量也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一直需求下去 所以也不太想去跟日本 台灣去買快木了 然後我現在林格也去跟東南亞去買更好的這些木材 所以整個在這一些內外的這些局勢的交錯之下 大概就同1975年之後 整個罰產量就一直往下掉 然後最後到1989年的時候 就是台灣就開始林務許先改制 從過去的事業機構改為公務機構 就是我再也沒有這個罰務要去繳固 或者說我必須要每年要去砍樹賺錢養員工 再也沒有這樣子一個需求 然後再過四年就是大概在1993年 在1993年就是1989就是林務許改制 1993年全面禁法在那裡 然後整個剛剛講的從1925年的這個林業體制 大概在這個怎麼講 大概在1993年1993、94年那一段時 就是民國80年1993、94年 大概在那一段時間就畫下去一點 那這邊也值得跟各位分享 那一年就是我進入台大升職區的時候 而且是進去你完全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台灣沒有在看什麼 我必須要打斷 欸好時光總是過得很快 你看已經募超所值了 各位我們是原廳12.0 超過我晚上20分鐘要截斷 那給10分鐘大家來畫面 那真的是非常謝謝老師 我真的是冷風要截斷了 那留著下次 留著下次好的東西 只要吃氣溫飽就好了 留著三溫後續再來 那上一次也是洪老師也是講到 一有未盡 那我也是那時候把他截斷 那今天你看已經超過24分鐘 那我們是他那個那個 那個會用牌還是要給 還是要給 要多一點 那我想非常謝謝洪老師 因為每次洪老師來帶來的一些 都是我們過去年齡歷史 我們不知道的 包括鄭昌 鄭昌下面有一個車程 各位知道嗎 所以車程一定要去看一看 留下一些很大的工廠 另外一個就是東式文化園區 現在那個序幕是變成佛阿祠 這邊有一個人 也被我認識的劉齊章老師 劉齊章老師 台大生理系老師 他的太太 剛剛經營了一個小貨物在找我店 他也是因為自己的理念 他們有一個找我店 你可以去看看 你可以去看看 那那裡留下很多 那個 我跟鄭昌最深的車是921 大力車的時候 大的那個木的那個工廠 很多都是那塊木 那塊木裡面 那就是放那些921 那些在車裡面 那現在也改成一個 一個人區 那也建議各位 是聖靈系的 我們的頭髮 那有些人可以去看看 那我知道好不好 還是容許我們問中來 因為大家還是會問 我們早上 要不準時12點半 我們結束好不好 那今天真的會有 到一見 彭老師在這邊 好嗎 好嗎